5月25日,中国围棋峰会人机大战三番棋第二局在浙江同乡战霸 柯杰直白155首中盘落败,总比分0比2不敌阿富贺 再后,新闻发布会上,央视英文频道记者用英文提文柯杰 语速非常快,现场翻译甚至无法及时准确翻译 柯杰疑惑地怼类句,是中国记者还是外国记者 然后非常严肃地说道,如果你是中国人的话 就应该用中文项目提文体 你今天表现得非常的好 然后的话呢,你对于跟一个机器之间有这么近的这个表现 你是开心还是不开心 那另外你觉得你在解密这个阿尔法围棋的过程当中 你觉得更接近一步了吗 那问哈斯特斯的问题啊 就是说你觉得阿尔法围棋是不是已经是 这世界围棋史上最顶尖的这个棋手了 中国记者还是外国记者 我觉得如果你是中国人的话 我觉得应该要向中国人去上我记文体 我觉得应该要向中国人去上我记文体 我觉得应该要向中国人去上我记文体